大家好 升旗而得到 今天是2022年12月3日 今天是 星期六 我們這節繼續跟大家說一說內地的國情 這節要說的 繼續跟江澤民是世世有關 我們已經說了很多次 不過也會繼續澄清 我們引用世世的字 不代表 我們認同和接受江澤民 是一個 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人 只是引述 就是一般 現在你看到 主要是親共媒體 還有內地官媒的字眼 所以這一節會用內地的角度去說 江澤民世世 既然中國內地講到國家領導人那麼偉大 又有江爺爺 又說這是我們心目中唯一的主席 這句真是相當自命 令到習近平 就是相當之為難 結果 就出現了一個奇景 全 中國大陸相關的地區 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 一大群就是蠢蛋 就是把所有的照片 全部變成 就是黑白 連天文台 雨量分布圖 什麼叫雨量分布圖 就是告訴你 不同顏色顯示不同地方下雨的情況 也幫你轉黑白色 還有世界杯 世界杯也變成黑白色 中國內地 就是官媒 還有中國內地政府官網 全部換了 黑白相 唯獨是 有一個人 就是 可以用彩色照片 那個人 就叫做獨彩者 彩色的彩 獨彩者 這個就是習近平 結果 這樣的情況 當然就是引來內地人民痛批 為甚麼你有特權 你們自己說到 全國大陸要默哀 要悼念 要悼念 就是江澤民 為甚麼你自己又有特權呢 當內地人民 懂得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這個 無論從任何的角度來講 都是一種覺醒 你說他的覺醒 跟我的覺醒不同 這件事情可以比較 但是你要比較 可能是大家爭取的目標 的內容未必完全一樣 但是如果以 人民的覺醒的角度來講 去質疑那些獨裁者的權力 就是叫做人民的覺醒 其實沒有第二個定義 所以內地人民覺醒 針對著獨裁政權 這一件絕對是一件好事 同一時間這一節我們也會跟大家繼續講講內地的情況 因為內地 早幾天就說有 是會放鬆這個防疫的跡象 實際上 說一套做一套 轉頭是繼續圍封所有的地區 結果內地 是繼續在不同的地方繼續爆出 大量的解封運動 也有白紙示威 現在可以說得上 是一浪接一浪 好 我們這一節繼續講內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這個是我們 本台節目的法定廣告 請大家接受 我們是會很詳細的 經常都說 好 請大家繼續支持啦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我們有免費模式 希望大家真的可以支持啦 是免費模式 請大家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烤大法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內地的聽眾 如果你翻牆來聽 那就請用這個方法啦 我們會繼續報導內地的情況 保證資訊流通 我們的共同敵人 是中國共產黨 是習近平 江澤民就是誓誓 中國各大官媒 政府機構 電商平台 影音平台 網站 全部 清一色 將他們的頁面改變成為 黑白色 說 要對江澤民就是悼念 內地的網民就發現 在一片 黑白的世界裏面 居然唯獨是有些人能夠 獨善其身 這個 就叫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唯一 他的照片是彩色的 網友說這個 真是獨彩者 中國新聞媒體 小紅書 淘寶 拼多多 這個叫做bilibili B站 B站其實我偶爾也有看 因為有些卡通 就是B站會有 全體 要出來表忠 全部變成黑白寡面 繼續悼念 但是在這個時候 有人擁有特權 明明你就說這個是 對黨來說相當之重要的人 既然是這樣 為甚麼你習近平有特權呢 論之排輩 你也是他的後輩 為甚麼你的照片是彩色的呢 有網友就在Twitter 繼續 公開批評習近平 Twitter繼續成為 一個重要的社交媒體 大家不要小看 Twitter 這些社交媒體已經打倒了很多個獨裁者 我相信這次習近平 也非常之有機會 儘管繼續看下去 為甚麼我會有信心呢 因為這次 懂得去質疑習近平的權威的人 是過百萬計的 這個數目 絕對不是小的 只是說上街的人 實際上你看到 就是一個國務院的記者招待會 是被留言洗版 實際上如果你再想 想一下 即是去考慮一下 你會發現其實 質疑習近平 的人 真的可能會過千萬 甚至乎可能是更加多 這個數目 已經突破了 我們經常說的叫做Critical Mask 突破了那個 極限的質量界限 換句話說已經產生了連鎖反應 所以有大量的人去質疑 為甚麼 你放黑白照片 唯獨是你習近平一個 就可以放彩色照片 而 他們過去 不能夠提及這個習近平的名字 只能夠說是那個人 但是現在是有很大的分別 他們現在是肆無忌憚 在這個 社交平台每一句都是習近平前 習近平後 完全 把他們當成是一個普通的人 當他們不是他們 好 這樣 跟我們香港人不是一樣 當你大大聲叫林鄭月娥下台 又或者叫李家超 你跟我出來 的時候 他就由一個 在神台的位置 他想你去尊重他 變回了一個普通人 這個就是在神壇上面下來 對於獨裁者來說 這件事是最危險的 時候來的 尤其是 你有過百萬甚至乎更多的人 直呼其名 所以 這件事也是其中一個方法 除了 百子之外 除了悼念江澤民之外 這個 有那麼多人 已經是 質疑習近平的權力的時候 單是一個虛聲 足以 令他變成 壽西思古 一大堆共產政權 也是這樣倒下 下游最初的人 大叫 這次中國內地 是由 彭在舟 在北京開始 再到了新疆烏魯木齊大火 再到了現在 已經蔓延在全國 每一個地方 的維權運動 解封運動 白紙革命 每一個人 都懂得質疑習近平的時候 習近平的威權 早就蕩然無存 這個不是 單單的網禁可以做到 去制止的 因為思想已經傳播 香港也是一樣的 香港你現在禁止了 上網 關了討論區 當你的手機被你沒收 沒了TG也好 你覺得 香港人是不是願意接受你林鄭月娥和李家超 在管 答案其實是很明顯的 你消滅到網上聲音 你消滅不了 已經直跟了在每一個人 內心裏面 的對抗意識 所以中國內地這次是一個很大規模 的一場運動 而這件事是直接挑戰中國共產黨的權威 挑戰習近平的權威 當他失去了權威之後 就沒有人害怕 我們看到很多不同的地方繼續有解封運動 繼續出去 要將這些防疫 的欄杆 鐵皮 這些大閘 全部拆除 包括在武漢 包括在上海 包括在北京 繼續在做這些事 例如這個叫做武漢的華安里 有民眾 就是把隔壁的圍牆拆了 自行解封 而上街的群眾 多到 根本不是現場的大白可以控制得到 上海也有相同的情況 這個叫做上海的 紅橋鎮萬元新城 也有大量的市民聚集 要求解封 每一個人不害怕 不怕被政權 報復 不怕被打壓 走出來要求解封的時候 這個 就是他的威信崩潰的時候 香港雖然沒有把 港共政權瓦解 但是港共政權的威信 徹底是崩潰了 這個也是很重要 他現在 最大的武器 就是武力 當他 在威權崩潰的時候 如果連他最信任 的軍警 以及解放軍 都不聽他的指揮的時候 他就正式玩完了 雖然到了這一步 可能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的確 我們現在是看到有希望 看到有可能性 哪怕的可能性 是很小也好 我們的責任就是要使得這個可能性可以不斷擴大 北京的街頭 就是遺風的地方 大部分都拆了 但是 在這個叫做亮馬橋 就是有 隔大概50米的警車在報房 他們現在相當之懼怕 他們現在要懼怕的是懼怕人民 好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就是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驚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對